你起来 你跟我来 你想死吗 用死来解决问题是最简单的办法 你别这样 你知道为我多难过吗 比你死得还要难过呢 这么一点小小的挫折 你就要永远地颓废下去吗 我心目中的李珍 你怎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心目中的李珍 你还想死是吗 那我陪你 潇洋 别这样 疯了 我就是疯了 我心目中的帮助 都 tipo 露示作人 不然 露示作人 能带到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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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先拿着 表叔 我真的不能拿 拿着 你一切都在从头开始 会很需要用钱的 那我也不能拿你的钱 就算是借给你的 我拿着这些钱也没什么用 又没有子女 将来也带不进棺材 不如拿给你做大事 是爷爷的意思吗 这些年我跟在你爷爷身边 他投资买地皮股票 我在旁边听着 也小买一点 就这么攒下了 爷爷 他还在生我的气吗 如果你从此就这么一蹶不振的话 他肯定会生气的 他肯定会有什么 也肯定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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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赶紧做出点成绩 给他看看 我们下期见 来 进来吧 看看吧 如果不是我朋友G6移民啊 他不会以这么低的价格租给我吧 对不起 工厂没了 害你们两个更为其受苦 保险赔了钱 目前只能够住这边 其实我觉得这儿还不错 环境不错 而且刚才我看了 家具还都能用的 是啊 一百多平米 做办公室足够的 而且旁边还可以拍一些简单照 在门口可以放一大素植物 这样既氯化空气又美化环境 李真啊 你准备在这儿做点什么生意啊 五本生意 什么五本生意啊 人肉生意啊 不不不不 你开什么玩笑 人家人间天上都开不下去了 就凭你啊 还想搞点玩门鞋道 小姐 我们太久没有走台步了吧 是你自己吧 看看你现在 哪里还有扮点模特的样子 挺胸 肚子还可以 怎么还可以 昨天晚上不是才摸过吗 行了啊 就让他做一人了 对了 普林 你抓紧时间去沟商局办手续 名字叫 真人 真 陈 仁慈 真人模特经纪公司 行了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走吧 吃饭去 那走吧 我已经想很久了 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 你们仔细看看 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签字吧 我们的演出费 每个月都能够按水节算吗 放心 我这可从来不干那种狗的 我还以为重新打造过的赵雨天能变得成熟点 没想到还是毫无理智的毛头小子 我是想表现得成熟一点 可惜你做的事让我觉得太恶心 你们还准备在这儿做到什么时候 你听清楚了 风尚的模特在罗老板回来之前 哪儿也不去 商业社会自由竞争 没工作给他们做 靠你这套能把他们留多久 你真是罗咪欧身边那条狗吗 我这个人脾气很糟 你最好别惹我 我看你们俩倒真是般配啊 怎么了 愚蠢的程度不相上下 一个就为了男人自毁虔诚 一个笨得只懂得讲义气 语天 你等等 你最近都还好吧 我很好 谢谢你的关系 我 工厂的事我听说 你没什么事吧 我没事 保险那边赔了钱 那就好 你们一定能很快东山再起的 云天 还有什么事 你是不是很恨我 我去把思想当你帮你找过去 不要狠心 こう你能够找到我 也不肯定是吧 你哪有啦 你不能够帮你 你就我也有个人 你已经有aa 今天我见到雨天了 她还好吧 自从罗老板离开风扇 那乱七八糟的 大家现在都自己忙着找活干呢 风扇模特经济要是散了 对我们来说 都是有力的 少了一个最大的敌人 我们三个这么久没见面了 你就一点都不关心她吗 这还需要问吗 现在谁都知道 赵雨天是最当红的男模特 我只是希望待在一起的话 当然我们大家都是朋友 来帮你 对了我们那边放个电视你觉得怎么样 你们都很厉害是吗 告诉我回家考虑 实际上已经把一条腿快到传奇去了 王森 是不是你带着头 没错是我带着头 与其这样的公司号 你赶紧重回忆算 你说的什么话 倩哥 你知道大家现在心里的真正想法吗 风扇已经挂了 罗老板都已经跑了 这段时间不但没有演出 还欠了一堆的演出费 你闭嘴 你以为每家公司都是这么一帆风顺吗 现在是共度难关的时候 逃走的都是没量心的弄 走 先喝口水吧 十二点了吧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啊 你确定你打广告了吗 当然打了 情理论坛我发了不少消息呢 今天不是才第一天吗 很多人看到广告也要想一想再过来的 乐瑶这丫头也不在 那么能说回到的 到大街上随便拉几个人过来 给我们担担场啊 最近都没有乐瑶的消息啊 只从火灾以后 他们父女俩好像比我卖受打击似的 失魂落魄的 你们还没听说啊 乐瑶现在去了传奇 是山朗新的代言人了 这样对她很好啊 她的运气总算来了 我看还是早做准备 想想我们自己吧 开个别的店 做点实在生意算了 没准啊 今天一个模特都招不来 谁说没有模特 你们面前不就有一个现成的吗 你啊 有什么不行的 我跟传奇的约约也快到了 不跟他们续就是了 不行 为什么 有什么不行的 乐瑶去了传奇 正好我过来 人才流通嘛 你担心签约费啊 没关系 我让你们先试用两个月好了 你这弄传奇怎么办 还真挺可惜哦 我都下那么大决心了 你们两个还左拖右拦的 就这么欢迎新到的同事吗 好 面试开始吧 来 添个表 安姐 没事跑来干嘛呀 你找不到我的时候发脾气 现在我来了你也这个态度啊 是你主动出现太罕见 人家有那么糟糕吗 今天不是乐瑶拍善良的广告吗 所以啊我专程过来看他的 你跟他很熟吗 当然了 安姐你别这么凶 乐瑶虽然说话冲了点 不过其实还是很单纯善良的 这年头还会有人 因为单纯善良成功吗 对了 过几天电影投资商想见见你 到时候可别又玩失踪啊 不是都说好不拍了吗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不过人家当场又追加了五百万片酬 这么多啊 是啊 所以我也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 可是我这段时间很忙 估计 你这个人呢 真是连乐瑶都不如 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到沙朗的代言的吗 焦阳姐 乐瑶呢 说 是吗 乐瑶 恭喜你啊 听说你这回接到沙朗的广告了 怎么都不跟大家说一声呢 怕我们拉着你请客啊 焦阳姐 我 李珍还说呢 专门要为你办个派对 恭喜你一下 可是 别说那么多了 好好努力 加油 拜乐叔 拜安姐 拜拜 拜拜啊 你戴的是假发吗 我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 你难道没告诉他呀 我们乐瑶头发最漂亮 剪掉多可惜啊 留着更漂亮 会让你们的衣服更好卖啊 你开什么玩笑 广告策划按时说改就能改的吗 是你掏钱给我们拍广告吗 这个 关女儿为了艺术 你牺牲一下吧 头发很快就能长回来的吗 乖啊 乖啊 乖了 听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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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乖女儿 你去哪儿啊 等我一小时 小哲哥 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可是我不想再继续骗你 小哲哥 等等 别开门 乐瑶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啊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没有 没有 我只是不想让你见到我的脸 我要告诉你件事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靠 小哲哥 是我害得你这么惨的 工厂的资料是我偷的 我当时脑子进水呢 是正常把沙朗的广告打下来 想让你光不像他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么严重 我该死了 我是个坏女人 你恨我吗 怎么能恨我 可能只有这样 你才能记住我 不然啊 我快进去说 乖 先起来 乖 先起来 来 来 没事吧 让他走吧 无话可说 乖 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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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能够体谅你 换做是我 我也可能会这么做 但是我不能原谅你 我不会恨你 我只会当做 我从来没认识过你这个人 你走吧 你好深吗 对不起 对不起 飞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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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这样了 就别再去想它了 我只是觉得心痛 我没想到会是乐谣 这么单纯的孩子 居然会做出这种事 这个社会的现实 也许就是这样 没有人可以相信 就只能靠自己 命运越是这样对付我 我越不会屈服 招摇 你一定要陪在我身边支持我 好吧 来 多拍两个 大家出来快乐的时候 你还这么愁眉苦脸的 你是在说我吗 这里还有谁的脸比你更臭啊 其实这个人在收买人心吧 舍得把自己的游艇 拿给大家开派对 想笼络人心 靠这点小恩小慧是不行的 毕竟大家都在拼事业 对吧 雨天 如果我离开风尚的话 你不会怪我吧 毕竟我有一家大小要仰貌 你真的对风尚 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有啊 不过我跟前面交情就好一点 我也要拍照片二 你这人脸皮还真够厚的 我就知道你会骂我脸皮厚 我说我是风尚的模特 那些保安就让我进来了 风尚的模特 好像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毕竟我们曾经也是世兄弟嘛 怎么样 看你对游艇没兴趣吧 走 我们去打一局拍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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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以为你回美国去吗 失败了 夹子以包跑掉 不是我的作风 那你有什么打算 想回风尚吗 你觉得呢 你不会 我开了一间模特经纪公司 你过来吧 带上他们更好 这才是你今天来的目的 虽然风尚现在越来越不景气 但是我看好风尚模特的辞职 他们只是缺少优秀的经纪人 你不用再说了 我知道 你很不得想揍我一拳 不过你最好弄清楚 有一只比罗老板 更狡猾的狐狸在盯着我们 他心里在想着 赵雨天这个人虽然也不错 但是脾气有点差 李登这个小子呢 太聪明了 他没办法信得过 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联手 赶走了罗老板 怎么 你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 我说过我会报复的 因为我力量不够 所以找了一个 跟我有同样目的的人 你很早就得打风尚的主意吧 当然不是 是罗老板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 借口罢了 只要有机会 你这种人绝不会轻易放弃 吞掉对方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我刚刚说的那些吧 不需要考虑 如果没有罗老板 我赵雨天还是个小混蛋 也不是什么超母 对了 也有你的功劳 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你 和宋焦阳 我不会回头 去向罗老板下跪 你走吧 我不会跟你走 他们也不会 大蒋 小洋姐 过来坐 给 谢谢 我 看着你越来越出色了 怪不得你这么浓郁了 哪有 李珍这儿成立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 叫真人 你听说了吧 对不起啊 江洋姐 我不能去李珍哥那儿 你怎么连条件都不听一下 直接就毁绝了 我能当模特 都是因为风尚 但是现在风尚这么艰难 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而且天歌也说过 不是每一家公司 都会永远的一帆风顺 我们不能在他漏水的时候 寄船而逃 应该留下来一起堵住这个窟窿 如果这是一条已经腐朽的船 你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 跟他一起沉下去吗 不会的 我相信天歌 天歌不会不管我们的 我说句心里话 我也喜欢钱 只是我不想用这种方式 我明白了 没关系 不管你在哪里 都一定可以成功的 我看好你 谢谢江江姐 那我先去洗澡了 嗯 真是 我看好你 好 哦 看好 年轻人 还没关系 你 好 我 你 疼 你 Congressman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好吧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开个条件吧 钱嘛 当然是多多益善 风尚是六四分账吧 我给你八二分账怎么样 那我自己接的演出呢 全部给你 宋焦阳还会加入你的真人吗 焦阳跟传奇的合约还没起满 我们今天只谈你的 你能让我比宋焦阳更红吗 怎么了 你是觉得我对一家新公司的希望 太高了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这么在乎焦阳跟真人的关系 我一向欣赏你公司分明 可是我担心你会在宋焦阳这里例外 以焦阳的为人 不止于让你对她这么有敌意吧 那是我的事 至于刚才谈的事情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条件 你说 让焦阳来找我谈一次 至于能不能竞争人 就要看我们谈得怎么样了 我们没那么倒霉吧 找这么多天一个没找到 上海这么多妞都跑哪去了 怎么样 用网络了多少大明星啊 哪有什么大明星啊 不会吧 把勾引我的本事拿出来呀 美男计不用白不用的 李珍去找李奥夫了 那你们谈得怎么样 奥夫她说什么了 是不是又提了什么苛刻的条件 那倒也没有 她 她 她的条件是不是关于我的 她 非让你跟她去谈谈 普林 好 我不说我不说 我喝咖啡 你 别担心 没事的 真是不好意思 约你来这儿见面 我最近确实很忙 能抽出点时间来不容易 没关系的 你不介意就好 说吧 你找我什么事 这次来呢 主要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不介意 你还没有想到我 我先把这个朋友 我先给你 你帮我先给你 你帮我先给你帮你帮我 我想邀请你来真人 我手机没电了 娇阳 你能帮我再冲上吗 你说什么来着 要我去李珍那儿 为什么 就当是求你帮忙 真是令人感动啊 好一个心高气傲的宋娇阳 居然今天也会为了一个男人 来第三下子的求人 好吧 既然你都求我了 我不会不给你面子 不过我一个条件 只要我在真人的一天 你就不能加入 你这是为什么 虽然我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 不过 我也不想花费什么精力 去跟人家争什么意解 不行吗 不行算了 好 我答应你 我还有一个条件 我们家简直 关了以前那间破公司 现在无所事事 我想让她也加入真人 好 服务 把那个相抬起来 再往里泡好 来 拜拜 你的小度中神秘的力量 你 你 感谢观看 大脚 跟我走 去哪儿啊天哥 到了你就知道了 到底是什么秀 让我亲爱的经纪人这么着急 没错 我是李耀福的经纪人 你一定要相信我 给你找的绝对称得起你 够级别的秀 快点吧 都等你们呢 你就是带我来见她的是吗 要来不及了 走吧 快来不及了 我身高180 之前也走过一些秀 所以这一次特别想跟你们合作 是啊是啊 她的条件很不错 跟这次秀的风格很稳和 大爷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这人公司经纪人之真 模特也到了 这是李耀夫 九雅 你好 大爷您好 您好 不好意思 我真不知道你们会来 没事叫杨姐 我正好看看 一会儿就走 走什么走 除了你 那套衣服还有谁能穿 嗯 对了 李小姐 呃 你的身高好像也不足以米七八吧 啊 那就不好意思了 麻烦你们两个来跑一趟 不过呢 李小姐 也没关系 这次只过是两个环节而已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合作 别动 别动 这是什么衣服 导演 穿上高坤鞋 应该不差这么一点点吧 没办法了 请你求精嘛 导演 人家打导演 导演 要不先试试衣服 再看看效果 没必要的 时间不多了 那谁 你去换衣服 哦 好 导演 导演 别板着脸 只有两个环节 不必遗憾 慢点啊 文明我走了 你赶上当经纪人了是吗 下部是不是还要当风尚的 怎么顶你啊 那你呢 还以为你找到了金饭碗 这能当替补的秀逆了 真的这么险 别生气了 小心要刷到你的自己 奥福 我们走吧 我先走了 走 你的脚怎么了 你把我当什么新出道的模特 还是替补模特 你曾经让我丢脸是不是 还说自己是什么传奇集团 董事长的孙子 这也是骗人的吧 原来就这点本事 我真是瞎了眼啊 你说你是李总的侄子 既然我也会相信 我们走了 怎么了 你也会觉得丢人啊 那你就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 你真人模特公司的模特 是给别人当替补的吗 你还让我来送交杨当主修的演出当替补 这笔账我会跟你算 你真应该好好教教这些模特的基本礼仪 这儿是传奇大厦 跑到这儿都不忍忍忍 很抱歉 我只是听说今天的秀 有模特临时不能来 所以我才会这样子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吗 你怎么在这儿 李总 你好 是你通知她来的 难道微微安那儿找不出多余的模特了吗 对不起 我只是顺便 这不关她的事 我们公司开业以来 还没有接过一笔业务 教养她 只是看不下去了 我还是那句老话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经营企业的 做生意没那么容易 我觉得你还是做模特轻松点 才说你条件也不错 谢谢夸奖 可能我真的是太自以为是 不过现在公司真的是很困难 如果叔叔这里 有些忙不过来的业务 请分一些给我 他刚才说你那么多 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 我让你很没面子是吗 没有 我只是替你觉得不值 要是换了是我 你知道吗 当你无法打败大象的时候 别在他面前胡闹 会被踩死的 他刚才那个样子明明就是在侮辱你啊 就让他去吧 你还有事吗 你生我气了 对不起吗 为什么没告诉我 他也会来 我怎么会知道 你叫什么下 有什么好看的 说奥夫得罪你 干嘛拿我出去 你没事吧 您这个还顾问 我不懂 你为什么不去李珍的公司 传奇的老板 或是他叔叔 你又知道什么 你管那么多干嘛 在路上 她说翻譯了 那你可以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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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走 你走 我两边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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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朗惊喜 有你有我 壮业还不错 不过 偷窥这概念 是不是也太露骨了 现在各种宴章门层出不穷 有很好的话题性 是 这种话题在年轻人的圈子里 还是有一定的认知度的 你觉得呢 创意大胆 非常符合沙朗这个品牌潮流的气质 好吧 你们家境制作和宣传 尽快地把广告推到各地电视台 我们要求身高是一米七五以上的 我看你是绝对没有问题 凤杰夫几亚 我听见的 我怎么知道您在泡妞呢 我哪在泡妞啊 我正在工作 好 江老师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一天天都是靠着江洋姐 一个人到处给我们找工作做 像江老师您这样混饭吃 我们早晚都得跟着饿死 你知道什么呀小屁孩 往里头去 我们有什么不知道的 我们现在租金都是江洋姐店的 怎么样 今天有人联系吗 一天到晚 电话连响都没响过 是啊 最近市场都不好没活 您好 这是摩托经纪公司 摩托 摩托啊 有啊 多少钱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你找个 喂 嗯 有需要怎么帮我们呢 你好 我是开网店的 我们想找几个摩托 来展示一下我们的商品 但是我们这个预算不是太多 你看能不能 好 没问题 我一会跟你联络 好 谢谢 不会吧李正 这种业务 我最近学到一句话 一百块钱是一百块钱 啥意思啊 意思就是 苍蝇再小也是肉 这样总比大家 是闲在办公司里强吧 那这个费用 有模特愿意结吗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批 在校的学生模特吗 哦 嫩模 嗯 是 你 结束了 你 是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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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焦阳为大家带来的 邂逅时尚生活 我们下周见 好 辛苦了 谢谢大家 感觉很不错 你很有做主持人的天分 你这样跨界通知 对其他主持人很有压力 人总是有野心的嘛 也许我还有其他的潜质呢 谢谢导演 我先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你呀 三号机器 你最头怎么咬的刚才 赵羽天 很巧啊 你不会是专门在这儿等我的吧 你最近好像很闲啊 整天泡在健身房 都接受众美吗 我在筹备崔永芳的秀 你做主秀怎么样 崔永芳 没错 国内数一数二的设计师 这次是他的十年回顾展 机会不错吧 搭档是宋娇阳怎么样 搭档是宋娇阳怎么样 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参加的秀 要用风尚的模特儿 你怎么还是这么的 那好吧 广森可以跟你一起来 这样总可以了吧 其他的就算了 那样的话 我也算了 你另请高明吧 这очка Wu 罗密欧给她下了什么 该死的毛丑 艾璇 我刚才那边晒日光玉 觉得还挺不错的 你看多云呢 你有没有办事试试 我这个年纪啊 要是在追求什么小麦色 可就真应了那句成语了 什么成语啊 人老猪黄的 哎呦 要等到安姐你老的时候 不还是再等个七八十年 嘴这么甜 有什么企图啊 电视台的舞蹈 对我做的那期样片特别满意 我想 也许我真可以在主持上 开辟我的第二事业呢 安姐 你帮我多争取一下吧 你怎么不把这次的机会 也让给李耀佛啊 我听说你可是非常热心啊 人家刚努力一次 没有这么泼冷水 你跟赵雨天那个家伙一样 干嘛把我跟他吃在一起啊 你们俩一样笨呢 怎么 你最近还跟李珍泡在一块 我可是听说 连他办公室的租金都是你在逃 还有人在传 你是李珍的间谍 你不会不知道吧 间谍这件事情 我跟安姐相比还差得远了吧 什么意思 杀朗的广告 不是你拿去跟乐瑶交换 李珍工厂的资料吗 我只是实行命令 那不是我的本意 难道李总让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做吗 李珍之前有得罪过你吗 你不会觉得这样对不起我吗 我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在李珍成功之前 只要是我能够帮到他的 我都一定会去做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以你的个性 怎么会忍到现在才说呢 如果我要是赵雨天的话 早都已经掀翻桌子了 其实我心里也很想这么做 但毕竟我不是他 但毕竟我不是他 娇阳 你成熟了 什么 不能播 是 现在管理部门正在严查电视节目的低俗化 这座广告里所涉及的偷窥内容 会不会认为有不良暗示 我不是早就说过有把握好分寸吗 赶紧重拍吧 时间很紧 不要影响新商品上市 是 等等 模特也换人 尽量找一个形象单纯正面的 好的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呀 对不起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喂喂喂 我们瑶瑶为了这个广告 连最宝贝的头发都剪了 你却告诉我不能播出 如果不是这个广告能在大电视台播出 我的宝贝女儿乐瑶 干嘛要拍啊 请你理智一点 拍摄酬劳你们已经拿到了 至于能不能播出 不是我说了算了 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呢 我们家乐瑶为了这个广告 付出那么多努力 你知道吗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既然你们做出了选择 就要有勇气承担后果 乐瑶 你精神状态不太好 好好休息一下吧 别想太多 这种事其实很正常 我知道 我知道 这就是报纸 这就是报纸 你这人呢 是不是公司开不下去了 跑路了 父亲 你再喝杯茶吧 李总晚上之前肯定会回来的 你这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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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种破照片他去干嘛 健子总监 他去服装学院挑新人去了 新人 旧人他都还没管好呢 明华 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给淘宝掌柜商品目录拍完了 我当初加入真人的时候 可没听说真人还接这种不入流的活动 如果传出去 你把我的联网脑割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业务领域 电子商务前景不可小视 对不起 我不想在这里听你说一些见不着摸不到的事情 从明天起给我配一辆车 不用太高级 十万左右的也可以接受 再配一个司机兼助理 可是其他人都没有配司机跟助理啊 就是的 我还没有呢 晚上我们去吃越南菜吧 你们两个继续秀恩爱吧 我先走了 我说的事情你好好考虑一下 等等 明天的秀不要迟到 忘了告诉你了 明天的秀我不去了 为什么 你明天可是主秀 那种刚出道的三流设计师的秀 还用得着我出马 你把我当什么 刚出道的新人 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过了 而且对方的酬劳也不少 答应了 就一定要去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出尔反尔呢 你知不知道简直导演费了多大力气 才帮你找到这么好的机会啊 都是因为我有这个窝囊的老板 我李奥夫不至于接一个秀都那么难 遇到问题的时候 拜托你自身找找原因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动不动就迟到永远在骂人 你出去问一问哪个导演现在敢用你 宋娇雅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你别忘了 当初你是怎么求我的 对 没错 当初我是求过你 但那是给你自己机会 现在我到真人当模特又怎么样 不能为公司效力的模特临音扣边站 你以为你现在离开真人 外面会有人排队找你吗 我拜托你醒一醒吧 你 奥夫你别打人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可能像李珍那么容忍你的 宋娇雅 你给我记住 李珍 明天你别希望我到场 好 我是不是有做错事吗 没错 这样才像宋娇雅 不过那天她打我的时候 你可以忍住装没看到 为什么现在 就不能继续扔下去呢 我就是看不惯她 在你面前嚣张的样子 谢谢你 只花一秒钟就帮我出了一口恶气 不过现在 我不得不花一个通宵的时间 找另外一个人代替她 还不知道能不能找不到 老婆回来正好 马上就开饭了啊 来啦 老婆坐呀 我是不是老的卖不掉了 哪有 我老婆还是很火的嘛 明天你不要演出吗 来 坐 你说那个学生毕业秀啊 哎呀 规模是小了一点 但是群众的热情是杠杠的 钱不算太多 她座位没有墙吧 难道这就是我李敖福 人生最后的舞台吗 大丈夫尚且能深能居 可和我老婆你呢 就算你把嘴说破 我明天也是不会去的 自己想办法吧 我饿了 快点盛饭 不去就不去 咱不想去啊 谁也勉强不了 你这辈子也得吃顿饭饭吧 把那红烧肉顶 对 只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间 包括化妆 好 没关系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这么晚了 再见 还不行吗 先吃个东西吧 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好熟悉的味道啊 记得上学的时候 我就算在江边 捡到一块漂亮的石头 都可以高兴半天 李真 明天的演出就让它砸了吧 我忽然觉得 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们为了一个机会 为了一场演出 做了那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忍受了那么多自己无法忍受的屈辱 你知道那天我看到利奥夫打你一耳光 我心里有多痛啊 比打在我自己脸上还难受 以后这种事恐怕会越来越多 难道 只是因为这样子的挫折 你就要放弃我们的梦想吗 不是放弃 是痛得快快地去追求 好 现在这样真的累死了 每天都紧张得要命 担心别人又担心自己 计算这个又计算那个 处处都被利益牵着走 我真的害怕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扭曲到都不认识彼此了 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公立心 不认识彼此 宋第一小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超脱 是因为你已经得到 别人追求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吗 一个专属模特的成员 就让你满足了 不是的 你误会我了 我是说 没有起码的公立心 你会想着年年考第一吗 你会想着做一个独一无二的SOS品牌 让全世界证明你自己的价值 对我来说 公立心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它是失败时最好的安慰剂 困难时最好的兴奋剂 成功时最好的催化剂 真正的强者爱死他了 搞不定他就说他不好 这就是弱者的逻辑 李真 李真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当然 证明自己 就一定要打败别人 如果是对我们的梦想有利 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 任何事 对 任何事 好 喂 Sara 是是是是 是李真 没关系没关系 你肯定在忙所以没有接 嗯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哦 现在 好 没问题我晚上过去 嗯 好 嗯 对不起 像你说的那样 让演出砸掉 我做不到 这种生活 也许不是你想要的 但确实我必须要面对 如果你不能接受 为了我 起码应该做到事有不见吧 喂 对我马上过来 对对 好谢谢谢谢 等一下好 你叫我怎么做到事 请 为什么 怎么这样呢 真该死 看来崔永芳的秀我们得放弃了 为什么 绝对不行 为了这场秀 我们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 封上的坏名声早就传开了 工资开不出 房租付不起 模特没人要 崔永芳那个老狐狸怎么可能闻不到 下个月交完房租 公司账上就没钱了 是一拍两散还是怎样 你们俩看着办吧 倒好 不 崔永芳能不能翻身就看这次的秀了 赚多赚少倒无所谓 最主要的这是崔永芳的秀 一旦站在她的舞台上 我们就可以向所有人宣布 风尚没死还活着 而且活得好好的 我去见见崔老师 好 我的秀 向南不是闹着玩的 我明白 崔老师这次十周年的大秀 个个都挤破头像上 如果您肯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 说实话 外面关于你们的闲话很多 所以我更要拜托您 如果能接下崔老师您的秀 外面的谣言自然不公自扑 罗密欧这家伙 价子大 心眼多 做事情呢太计较利益 不大气 所以我对你们公司 一直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 合不合作对于我来说 一点都没有影响 不过呢 他看人的眼光 我倒是蛮欣赏的 不用担心 不管是哪家公司坐 亚轴的位置 我只留给你 其他人 能不能也给他们一个上台的机会 你看看你 别人的瓶子只装着自己 你怎么尽装着别人 道义这两个字 咋傲了 江湖上不流行这个词了 你是时尚潮人 应该从内进到外才对 怎么脑子里的旧程序 还没有更新 明白吗 孩子 要不要喝茶 我有很多粉丝 送给我的茶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又不在 咱们胜算已经有一半了 可是剩下来的一半 就得看传奇那边了 听说V1对这次村友帮的秀可是会树丹丹 是吗 幸亏我们有卧底 焦阳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什么 V1的动作呀 传奇那边有没有竞票的打算 他们的方案是什么 你觉得维约安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他会糊涂到随随便便地跟焦阳放出这种商业机密吗 就算他们传出来这一点消息 最多也是故意传出来的风 让我们忠造的 那焦阳一点消息都打探不出来啊 要不就那一点点 走吧 还有点忙呢 中范只能在车上解决了 明华 来 把这个资料打印一下 嗯 好的 Amy 你又来越细心了 谢谢 Jones 我都忘记了 是一个小男孩送来的 说是给你的 也没留下名字 哇 蛋糕 就一份啊 人帅就是好啊 还有粉丝送蛋糕 我自己吃喝饭吧 Amy 我们出去吃饭 崔老师 我们会把会场设在艺术学校里面 给你的 吃飞 我怎么做 给你的 对 就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赢吗 因为我的目标明确 根本没人跟你赌 赢了又怎么样 赢了就满足我一个条件吧 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为孙武方的秀来的吧 做师弟的 请师兄帮个忙不行吗 你一定要扯这个关系的话 我倒想清理门户 这个项目原本就是风扇 现在不是了 风扇已经快到了 你的条件 我全部接受 风扇的新人们都可以参加 怎么样 无耻这句英文怎么说 看这种抢人犯法的事 你是第几次 这次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你们 都是绝不可以放过的机会 如果你还是执意say no 我只能说你真的太蠢了 有了这次走秀 你可以继续稳住你的手心难摸地位 师弟师妹们又有能活干 以后我也可以靠做秀的计划 生存下来 不必了 我没办法跟你这样的人 我希望这一点 你能够记住 苏总你先坐 好 好的 好 喂 你现在过来 什么事 你来了你就知道了 我还有事 这是关于真人的大事 来不来随便你 喂 喂 上次见过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怎么才能再见到你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 可真是一种缘分哦 李小姐每次见面都不一样啊 越来越漂亮了 当初我真是 把李小姐忘记太不应该了 真是该死 该死啊 这个该死的李珍 难道她真的不来 李小姐在等人吗 我一会儿约了我的经纪人 正好你们可以谈一下合作的事情吗 合作的事情 我们两个人谈就可以了 你说对吧 您说得对 不会有经纪人更专业一点吧 好 李珍 怎么拿来啊 朱总 这个是我刚才跟你提过的 真人公司的老板李珍 这边是怒的公司的朱总 是怒的你知道吧 可是全国最大的泳装品牌 朱总 你好 幸会 幸会 还是个帅哥啊 你们慢慢聊 我去下洗手间 你打算又从什么火 那沈秀你说不去就不去 你知道我真的是很 行了 行了 我看看好好反省的人是你吧 都是因为你这么没用 才害老娘连这种场合都要来 你既然是到自动场合 何必要来呢 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 我问你 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你既然来了 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办了 不然我要你这个经纪人干嘛 嫌識人 fala 对吧 也浅步 然后 我替inh海 也不该思议 你找你 自己Ayom 您先坐 等一下我們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喝兩杯 請坐 美女 幫我們開一瓶Pink Label 作曲 李宗盜 喂 把你男人领回家 去死吧 不能喝就别喝嘛 中看不中用 李真 李真 喂 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当然是为了生意了 喝酒已经算体面了 难道你要他像狗一样出去摇围起脸 他今天要是不出手 我很可能已经被人遣了 为了混口饭吃搭进去这么多 容易吗 像你这种清高的人 是不会理解的 大设计师 做女人的 有时候要理解男人的苦 回家 这儿是哪里啊 连自己家都不认得了 难怪看起来这么面熟 你乖乖躺着 我去给你倒杯水 别走 对不起 你干嘛抢我的话说 赵阳 我有时候忘了 自己已经不是那个刚刚毕业的任性女生了 我应该做个大女人 大女人就应该顾全大局 不能像以前一样总刷小孩子脾气 处处都像你让着我 你动作小孩子 我应该做了 你应该做了 你也要做了 你也要做了 我已经做了 我已经做了 你做了 我现在做了 我做了 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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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 我做了 还是 文文不要再伸对方的气了 好吗 这么想跟另外一个家伙打勾放吗 谁啊 我去找了早一天 这么晚来找我 不会是想约我一起来看刘欣云吗 为什么拒绝崔老师的生活 又是那家伙叫你来的 为了达到目的 这个人居然半夜三更 叫自己的女人 到别的男人家里来当睡客 你真的打算在风尚 这个乌龟壳里待一辈子吗 打算一辈子报恩 雨天 我们都是年轻人 李珍也一样 我们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她确实做了很多事情 但大部分都是为大家有利的 没错 不过 对她自己更有利息吧 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想成功 为什么你偏偏不努 成功 并不只有她的一种方式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处处针对李珍呢 你就不能去试着接受一个 珍惜你和尊重你的朋友和伙伴 朋友 伙伴 就算我跟她不是情敌 我也很难把她当成 你刚才说的那两种人 她的做事方式 我不认同 做人原则 我更看不上 雨天 你真的误会李珍了 她其实也很无奈 很痛苦的 你相信我 她真不是这样的人 笨丫头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谁是人谁是鬼 你还是把眼镜戴上 你才笨哪 你现在简直比石头都笨 这么大好的机会放在你面前 你都不知道珍惜 我看你简直不知道蠢字怎么写 你 你看你平时一副大男人的样子 要真的是个男人 就应该像楼底上这片天一样宽一样广 真不明白 你五十二寸的胸肌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一颗狭小的心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个呢 就从来不休之间 由风尚和真人两家公司一起策划运作 我就放心多了 两位 一位负责舞台导演 一位负责模特排练 真是绝配啊 对了 李总 这次你不上台吗 真可惜 崔老师的秀事关重大 我还是把精力留在幕后吧 我懂 一山难容二虎嘛 看来两位这次是很难同事出现在我的题台上了 的确 观众也很为难 到底把掌声留给谁呢 掌声当时留给崔老师的作品了 那才是两点 当然这是我想要说的 不过呢 我觉得整掌秀 还是好像有些问题 崔老师觉得哪方面有问题 我们马上改进 我觉得女模的部分太弱了 我比较欣赏像 宋娇阳那种类型 气质特别 脸庞比较亲切的那种 要是他能和雨天搭档 走主秀的话 那效果一定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女模特 比宋教阳更合适 谁呀 李耀夫 不行 有什么不行 雨天 恋爱亏恋爱 工作是工作 你不要想太多 说得好听 教养也是这么想的吗 崔老师 对不起 你们谈吧 我先走了 崔老师 崔老师 我们继续吧 我觉得以专业的角度来说 李耀夫更有竞争力 走吧 老婆都到了 就试一下 试一下 撑一撑一撑一撑 快快快 我没胖 崔永芳有多可可 你知道吗 老婆你就撑一下 胖一点点也没关系 你不是姐妹很有绝招吗 来来 别告诉我你连这个机会都要放弃 老婆 你又中了三斤啊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我一定马上减 你不知道她的 她要是下定决心减肥 一个星期受五斤 都绝对没问题 李耀夫 你放心吧 如果你还想上这个台 四天之内 必须剪掉五公斤 否则 我只能找另外一个人 四天 是不是你太苛刻了 捡到了 你算一下你的手指头 却我还要剩几天 你自己看着办吧 四天 行吗 我 我狠狠什么时候说过不行两个字 你 declar完 Martha 什么时候说过不行两个字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崔老师 你还真是受放自如 这么短的时间是怎么捡掉那些肉的 那当然得靠毅力了 换下一套看看 好 你老婆身材这么辣 经常害你被呛到吧 没事 这两天嗓子不舒服 我这个人向来讲究云氧均衡 口味重的我喜欢 口味清淡的细细品尝 唇齿之间流香的那种我也爱 崔老师 您的意思是除了李傲夫你还 我已经说过了 像宋焦阳那一款就是我说的另一种 它的气质是现在女魔界少有的 你们一起把它找来 这桌菜才肯称唱是满汉全席 崔老师啊 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做方案的时候呢 也考虑找过宋焦阳 但是你也知道 传奇那位殿大契客 就光是模特出厂费 就高得令人发指 还有那个悟空一切的威维安 他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手下一下 给别人做陪陈 还有 那个宋焦阳一来 李傲夫肯定不高兴 他们俩是死敌 这么说吧 鱼 熊掌不能见得 那怎么办呀 鱼我也想吃 熊掌我也想吃 难得十周年好好地享受一次 你们让我忌口这个又忌口那个 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厨师的问题 李总 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 注意节奏啊 走 好 保持距离 好 注意节奏 这个音乐不好 保持过来 注意节奏 好 快 快 停停停 你们到底有没有节奏感啊 啊 你看你这个妖妞的 还有你 都快捅走捅脚了 大契 谁让你站着呢 我 是别人跟我换的位置 谁让你换的 还能有谁 不就是你们家那位吗 这个 今天先这样 回头找算账 走走走 哎 没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 太平庸了 我说李总 到底行不行呀 崔老师 要不 也让我走一段吧 待着他们找感觉 那当然好了 不过 不过 你们 没事的 雨天 安排我参加走台吧 别担心 祖秀还是你 我只做两个环节 李贤 你来了 来探男朋友的班呀 哈喽 崔老师 要不要顺便帮我上去 撑撑场面 光靠这些菜鸟 我可真是不太放心 我只是来逛梦学习的 你也太让我失望了 维安也太小气了 还在记恨我把秀 没给他做 真头痛 一切都不顺利 你们都给我走好一点 崔老师 你别这么担心 大家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 来来来 把他休息一下 开饭了 开饭了 崔老师 你也别着急 一切会非常顺利 先吃饭吧 来 来来来 吃饭了 吃饭了 天哥 你看松交洋 还不抓紧练 方向的模特 都给我精神点 好久没有碰到这么棒的秀了 你一定特别珍惜 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吧 当然 雨天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中午他连饭都没吃 一直带着大脚广森他们练来着 我知道 他也很配 这样就好了 大家齐心合力 一定可以办好这场笑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 我刚才看到你跟雨天走台的时候 崔老师的表情了 别人走台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 只有你跟雨天走台的时候 他立马就变成这样 我向你保证 不管发生什么状况 我对雨天 永远都是会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今天没有办法送你回家 没关系 我坐他们车走 忙你了 师傅 等我一下 载我一程 好的 没问题 谢谢 老翠一向保守 怎么这次叫了这么多新人啊 是不是他想故意搞出点状况 好让我们有的血啊 不是不是呀 他是典型的天秤座 上升处女座 超级规模的 只要有一点点闪失 就把你吃掉的女座 安姐 我知道洗手间 你不是开玩笑吗 你刚去过吗 有点不太舒服 马上升动作快点啊 马上开始 别这么紧张啊 好 谢谢 然后就下了 走 干什么呀 你会不会走啊 捡起来 把这边给你 捡起来 你行不行 快点 捡起来 你们到底是跟我在这儿干什么呀 崔老师 你不要担心 一切都可以了 崔老师 给我拿两套衣服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没有开玩笑 我要上台 焦阳 你 你别管了 我做你搭档 那简直真是太好了 简总监 把奥夫的两套衣服 拿给焦阳穿 服装 服装 拿两套衣服过来 服装 拿了两套衣服 我是不会把你一个人 丢在台上的 那威妍她们 别管她们了 我宋焦阳不做些疯狂的事情 那还是宋焦阳吧 好 精神点啊 精神点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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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